几屆的财经风向球 招待你来关西南市 昨天发生一起 五辆汽车都被撞倒的车祸事件 但肇事者不是车子 是一颗水晶球 而且据说还是历史文物 还说市价高达400万 马路右侧出现阴影 但看到的不是车子 而是一颗超大水晶球 快速的往前滚 后头一名男子狂追着他 跑一脸惊慌 就是很大声的 就怕水晶球继续滚 造成更严重影响 居民赶紧拿石头和木棍 固定水晶球 地面上的白色线 就是水晶球滚动的痕迹 当时水晶球主人 要吊起水晶球给买家观赏 没有想到绳子突然断掉 正巧又在下坡处 水晶球一路往下滚 先是撞上路边的墙 再波及四台机车和一辆轿车 就这么滚了200公尺 最后撞上停在路口的休旅车 和一台机车后 弹往一旁的柱子才停了下来 看到车门被撞凹又刮伤又刮伤又前轮还卡在柱子里 车主实在好无奈 但重力加速度可是不容小觑 好在乐意路坡度不算太陡 中间又因为撞到墙和气机车 多少减缓了冲击力道才没有酿成大祸 三地新闻林俊华周又萱吉隆报道 这起车祸造势的是一颗水晶球 很大的水晶球 而且还很大 我看到有媒体说高达两顿重 我们来看这个画面 画像保龄球一样一路的 滚滚滚滚 把五辆汽机车都撞倒了 之外还撞到名转 这一颗水晶球为什么这么贵 其实它不贵 我们讲水晶 透明的叫水晶 不透明的叫石阴 可是它这个不透明 对 基本上这颗球是不透明的 所以基本上它的价格100万 其实价格是不贵的 如果我们讲真正的水晶球 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听 大概15 所以它不是真正水晶球吗 水晶球15米的话 大概就要200万台币 如果到20米的水晶球的话 就要1000万台币 它是石阴球 它是不透明的水晶球 它是不透明的水晶球 对 那你说水晶球是透明的 所以它到底是不是水晶 保时学上它是石阴 它不是水晶 所以严格来说 它是石阴而不是水晶 对 广义的你可以讲说 OK 因为石阴是水晶的一种 所以你说它是球这样子 所以不贵啊 我都觉得好贵了 所以你现场 来 程仁兄 你现场带了什么 这是 好 我教大家看 这个看起来像水晶球 对不对 像这个尺寸 大概15米的话 大概要较200万 那这个是水晶吗 这个是玻璃 这个是玻璃 对 如果是这样的 跟它一样透度的话 这个水晶球超过200万 那玻璃和水晶怎么分呢 现在很困难 因为玻璃是单折射 所以你把一个头发 画一条线 它只有一条线 水晶有双折射 所以看到一个头发 会有双条线 可是现在合成的 所以把它放在下面看头发 对 可是现在合成的水晶 都有两条线 所以必须要高科技的仪器 去看它的内含物 看它是不是天蓝的 所以过去我们经常 把一根头发放在下面看 如果看到是两根 那就是水晶 对 可是 看它是一根是玻璃 这一招已经没效了 没效了 因为现在科技发的 很多合成水晶 好 所以要用仪器 才有办法坚定出来 没错的 好 那你现场还带了什么 你刚刚说石鹰 很好玩 外面很多都讲水晶 其实不是水晶 像这个 这个是方解石 然后呢 做成球 方解石 就是碳栓盖 碳栓盖 那它做成球是像这样 外面都当水晶球卖 其实很像 它不是球 它是方解石 它不是水晶 所以它也不是水晶 它不是水晶 回去点一个西元酸 它就会冒泡 然后慢慢变小 那如果是水晶 像这样的大小 大概要多少钱 水晶我们有3A 2A 1A 如果是3A等级的话 这样子也不便宜 这样的水晶球 3A的可能一个 肯定也要个1万 1万5 可是所谓的1A 就是内含物很多 就像这个 假如这个是水晶的话 这一公斤也才1000块 所以它的极速分子 非常的大 所以它价差非常多 干净不干净 那画面中那个球 很明显它是白色的 像整个都是白色 不透明的 你刚刚说是11 没错 所以教大家看 小心哦 不要看到球 圆圆滚了滚了 就是水晶 就以为它是水晶 这个外面都当水晶 卖它不是水晶 那这个外面卖多少钱 这个外面其实还蛮便宜 一颗300块 300块 对 那这个呢也是一样 好 这也很累 瘤酸盖 它是石膏 石膏 它们也当水晶按摩棒 你们看最近一个新闻 它们在墨西哥 发现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水晶洞 一个水晶呢 好像很大 人抱都没有办法抱住那个 那也不是水晶 它们讲水晶球 水晶洞 那个是石膏 所以呢 在保湿学上分得很清楚的 是什么才是什么 好 那你现场还带了 不同的水晶 这个叫做粉晶 好 这个叫粉晶 这是保湿级的 所以它很透哦 你们有没有看到 我们怎么看得出来很透 没有带 对 来 你看一下 在笔灯来 我们来看一下 非常的透对不对 我们照近一点 可以透过对不对 好 那这个呢就是插的 这样子好 我们要拍清楚一点 这样很透对 对 那你看这个 你看照得过它吗 完全照不过 像我们那个 那位先生 这个就完全不错了 藏家的球 就是类似这样 它不透的球 所以我刚刚讲说 一颗20米就要1000万 必须要这样透明的 就像它这样一样透明 看到没 像月亮一样透的 这才叫水晶球 所以水晶是会透的 对 拿个笔灯很明显 就可以知道 没错 它到底是不是水晶 对 好 好 那今天呢 除了这个水晶之外呢 我特别带一个非常有趣的 来 你手借一下 手 对 手来 哇 很重耶 哇 你猜这是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啊 石头 天上的星星 天上的星星 那是陨石啊 没错 这是天上的星星 2000年的时候 吊在俄罗斯的 这个我收藏的一块 非常难得 很重对不对 这个有投资价值吗 当然 其实以前呢 大家不在乎陨石 觉得它只所谓的天铁嘛 就是70%的镍 30%的铁 可是这两年突然 哇 它们把它磨成 小小的坠色的算功课 一功课几千块 哇 这么贵 对 我们知道一公斤 是一千克 像你买这样一块要多少钱 这个七公斤 就是之前买的 就是2000年掉下来的时候 大概2002年买的 当时很便宜的 多少钱 几万块而已 那个时候几万块 对 那以现在的价钱 肯定几十万 哇 天然的陨石 八公斤要几十万 所以陨石涨这么多啊 非常多 在矿石界 陨石几乎是涨第一名的 所有的矿石里头 哇 这是我们过去 不会注意到的 也没有注意到的 好 你现场还带了 这给你猜猜看 这个是什么 这个绿色的 对 这绿色的 看起来好像黑黑的 对不对 你要拿好哦 我拿好 好 你看一下 不是 掉下去会 哇 你们看到 会惨哦 你们看到 看到什么 整个透的哦 这个是全世界最大的 无尽油的竹母绿 竹母绿啊 我去年在矿区呢 带回来的 所以这是竹母绿的原况 对 然后我特别还有证明哦 给大家看一下哦 来 这是GIA的报告呢 它上面写了 它的杂志的封面 上面写 这一颗就是这一颗哦 The largest rough crystal 63公克 乘上五就是300多克啦 但是它是伊索比亚的 对 全世界最大的 伊索比亚无尽油竹母绿 所以大家不要 一般我们选竹母绿 不是都要哥伦比亚 对 但是哥伦比亚 大部分都尽油 哦 所以它这是完全没有尽油的 你现在找不到这么大颗的 哥伦比亚无尽油 所以我们是宝石猎人 我全世界去找那些 还没有人发现的矿 所以这颗是全世界 最大无尤竹母 你要小心哦 好 300多克啦 那价值是 价值哦 其实这是博物馆收藏的 我有一个博物馆 在难看我不卖 因为全世界的东西 你卖掉就再也买不回来了 那我们讲一般市价好了 市价现在他们一克啦 大概2000到4000美金 一克啦 所以300多克啦 这样算下来是我数学不太好 这样算下来是 我数学也不太好 哦 那是 你3000美金就是10万了 那你300你就乘上10万 你就知道它的价值了 哇 对 这个是有GIA的报告说 难怪你不断地叫我要拿好 因为我看你 我要是摔下去的话 我还啊 摔下去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它切磨它 另外一个呢也很有趣 你猜猜是什么 这个很小哎 这个是 你猜很小 全世界最浓缩的财富是什么 钻石 没错 可是它很黄啊 对 这是23颗 20多克啦的黄色钻石圆框 它是黄 你看哦 你切磨之后就会变这样 哇 你要戴起来 我们今天才知道 圆框 跟 切磨过之后的差别 有那么大 非常的大 没有错 圆框看起来好像不怎么起眼 是啊 但是切磨过之后 哇 好美哦 对 黄色很贵哦 对 其实以前黄钻是比较多的 但是去年开始呢 5克拉以上的钻胚就变少了 价格就往上扬了 在去年开始 这个好亮哦 10克拉的 Face Intense Yellow 浓彩的黄彩钻 浓彩的那更贵了 没错 所以下次阿关你在地上 所以这样的试驾是 这一颗1000多万 也要拿好 对 不小心摔下去 不过重点是你下次看到 所以你在洗碗都没办法 阿关你下次看到这个东西在地上的时候 千万不要把它剔开哦 它经过琢磨之后就变成这样 我们没有那个名字 我们不可能在路边 我们不可能在路上剪到黄钻的鱼龙 如果你掉的话应该是 想太多了 你剪到的话应该是我掉的 我们没有那个很海密 就算看到也不知道 还有什么呢 好 这就是泰晶有名的 所以石头很多种了 对 水晶一种最珍贵的叫泰晶 就是有时候长金丝有没有 哦 里面金丝好多哦 没错 这是我去巴西的矿山带回来的 哇 这样的水晶也长非常非常的高 非常非常的多 长了上百倍 泰晶呢 这十年长了上百倍 泰晶是不是水晶里最贵的 对 它这里头都有金红石 它全世界产在一个巴西的一个矿区 叫巴亦亚矿区 很奇怪 其他地方不长这个法 就那个矿区长那个法 所以它这个里面这样 像金丝一样 这个是天然的 纯天然的 对 纯天然的 没错 不过现在中国很多做假 因为贵了 它就把它打个洞进去 就这个也可以做假 连这个都可以做假 没有错 好 我们拍一下 这个是很贵很贵的水晶 这个大概多少钱啊 这个还好 大概十七二十万 美金 台币 水晶 不是 因为你刚刚动辄 拿的都是 那是赚钱 我给我给大家看一下 水晶球要干净很难 你看一下 这三个 这是黄水晶圆框 好 对 果然你看 这会透吗 好难对不对 一点点对不对 内含物一大堆 所以我刚刚讲说 如果这个是水晶球 是像这样子 二十mm就要一千万台币 所以你要看水晶 它价差非常大的 这个是最差的 1A的 这个是双A的 也没有拳头 也没有看到白棉 白花 白絮 这是 3A的水晶球的话 非常少 非常贵 而且有钱还买不到 不过要小心一点 因为我有收藏水晶球 那最有投资价值的 应该就是 水晶球 顶级越高的 越有投资价值 但是要小心 因为它是圆的 容易滑 容易掉 我接触的朋友 我今天拿这些 他都不断地提醒我说 你不要掉了 我有一个朋友 他买了一千万的水晶球 他有一天很开心 就放到桌上欣赏 后来突然不小心 蹦 啪 拿给我磨 没关系 你是经历过大风 当然两亿被人家偷走 都不应该是 这个掉下去算什么 我们不开庭啦 是不是 我已经说不出话了 对 那个两亿 那个案子有破了吗 我准备要去哥伦比亚 因为地检所出来的 十个全世界 一百九十个国家通计 它有它的指纹 它有它的护照 它的照片 我想要自己去哥伦比亚 把它找回来 好 来 那个是皮外话 来 看这个 这个呢 对 这个是紫水晶 所以你要想 你大家看到外面 很多人怎么开运呢 对 很多人买一个紫水晶球 增强能量 这么大一颗 透明的 它是假的 为什么 你想想看它的原况 这么花 这么结晶这么小 怎么可能有 这么大颗的透明水晶球 懂我意思吗 所以大家看到外面的 白色的球 几乎都不是水晶 要么玻璃 要么刚刚讲的石膏 要么是芳解石 所以要小心 所以在外面 好 我会拿 好的 像外面这样子 很多都是假的 大部分都是假的 除非是刚刚我讲的那个价格 它是一个国际行情 其实水晶球的价格 像什么 像钻石跟黄金的报表一样 它有一个行情的 5米多少钱 10米多少钱 15米多少钱 20米多少钱 价格 它也是有国际行情 而且相差非常大 我刚刚讲15米才100万 200万 可是到20米变1000万 这就跟钻石的克拉数一样 5克拉10克拉的 它不是照比例条 对 所以要让大家了解 其实呢 所以大家看到那个大球 是死银球 是不透的 这样子 所以石头分很多种 有路上的石头 又有这个 一块拿起来上千万 不是这一块啦 上千万的是 这个 又有这种上千万的 当然绿 珠穆绿 还有这种啊 这个很小心 要小心 今天老板来这里 好紧张 搞得我也好紧张 所以这一次呢 肇事的这一颗 赵老板的手法 其实不是水晶啦 这个牙刷 不牙刷 先稍微处理掉这个锈 接着第二步用砂纸 砂纸 那你就磨锈的地方 你有沒有觉得那个 然后不是会伤到旁边吗 锈慢慢掉 所以你要针对这个地方 我们把它 跟空气做一个隔绝 大家看技术的喔 技术好就 才会点得平整漂亮 要点这么厚喔 顾名思义嘛 好 紧接着 生活不可不知 只要带你来关心的是 在今天发生一起 车祸是两辆 超过上百万的名车对撞 结果呢 引擎喷飞了十米 人竟然没问题 很多人说这是奇迹吗 两台冰式车竟然是对撞 那其中一台车的引擎呢 甚至还喷飞了出来 那可以看到画面上呢 这台冰式轿车 在过弯的时候 疑似是车速过快 直接跨了线 冲到对象车道 那没想到这个时候呢 对象也有另外一台冰式轿车 开了过来 两台车就这样对撞上去 那力道之大呢 两台车是当场的喷飞 现场是烟雾弥漫 碎片四散 那其中一台呢 转了好几圈 飞到好几公尺之外 那可以看到呢 那个对撞的这些冰式轿车呢 车头是几乎是全毁的状态 整个车头是凹了进去 甚至引擎呢 是整颗飞了出来 吊在马路旁边相当的惊悚 那另外一台轿车呢 同样也是车头全毁 几乎是成了废铁 那这个地点呢 在新北市三峡的中正路上 晚间六点多 两台冰式车就在这边 严重的对撞 不过幸运的是 两台车里面总共有五个人 通通都是轻伤 送一之后没有大碍 只是其中一台 有明显超速跨线的情形 肇事的原因 恐怕还要警方 在进一步的厘清 两辆名车对撞 撞出了一个大洞 已经喷飞十米 人没事情 所以他们说 这可能是八里很重 八字很重 其实我们比较老旧的观念 我们都会以为说 那个我们去买车 他说我这个车 钢板很硬 那大家都以为说 钢板是越硬越好 但是其实 现在其实很多车 它设计的这个 是这个溃缩区 好 所以小师 所以你先帮我们看一下 这个画面 因为刚刚那个对撞的画面 看来真的很精神 然后看到车子撞了之后 你看那个车头几乎 全毁了 这样算全毁是不是 一个洞 因为它的引擎什么都掉了 基本上重要的东西 都在车头 那是因为 它那个车头 一般我们溃缩区 因为它硬碰硬的时候 如果它没有一个地方 来吸收这个撞击的时候 那你可能 你车室内的成员 就会被这个 承受这个冲击 所以我们这个画面看到 车头几乎全毁 但其实它是有个 溃缩的保护基础 如果车头一般都是设计在 这个A柱以前 A柱就是这个挡火墙 就是大梁的部分 车头大梁的部分 做一个溃缩的动作 它吸收这个撞击的力道 那一般如果是屁股的溃缩区 会坐在这个吸柱 吸柱的地方 所以你看 常常在电视新闻上 我们看到很多车一撞了 屁股没了 像现在画面中这个 他这个网友开玩笑说 四门车撞成这个 五门先备车 那这个就是说 你看它从吸柱那边的地方 其实你看车室都是完整的 甚至有时候 你这个后门还可以打开 成员还可以下车 虽然撞得咪咪貌貌 但其实因为它的那个溃缩设计 也就是那个钢板的溃缩的 那个承受力 反而人是安全的 对 所以其实很多的这个测试 你会看到 他们是主要是着重在于 不管你车怎么撞 你这车室是要完整的 四个门 四个门 对 车室内的这个车室 必须要是完整的 撞击以后你才可以 车室是我们 五位乘坐 对 五位乘客的这个 对 这个室内的部分 所以不管车头怎么烂 车位怎么烂 但是人员如果撞到 他还可以开门下车 那这就是一个 对人员成员保护 很好的一个车子 你现场有带钢板 你刚刚说钢板 其实不是越一越好 那都因为说 越顶越好 对 对 对 可是其实像钢板 我们这边可以讲 其实我们常常会遇到 这个生锈的情形 那我们常常讲 大家消费者都不晓得 其实生锈对车子的安全性 是有一个很大的影响 因为你生一生 你如果不在买 他住得越来越严重 那真的等到撞到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保护你 他没有办法把你吸收 所以据说曾经有人测试过 没有生锈跟生锈的车子 对 如果做比较的话 那个安全系数差很大 对 那个分数 现在画面上这个 这个是一台是 它这个是 这是已经生锈的车 对 一台是生锈的 它分数 没有生锈的时候同款车 它是26分 撞击测试的这个分数 那有生锈的 剩下18分 那有时候我们这个 所以生锈会伤钢板 它会降低这个钢板 承受撞击的能力 我们在二手车 我们常常为什么很多人都说 我怕买二手车 买到四固车 买到有切割过的车 其实原因就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一台车 你如果曾经有碰撞过 再拉出来 或者是说你有去烧汗 板筋有这个切过 再重新烧上去的情形 你下一次撞击的时候 就会从你切的地方 开始又折断 所以这个车 它没有办法提供你 很好的保护 所以不要轻忽生锈这件事 对 那生锈我们自己 可不可以DIY 可不可以自己处理 可以 那一般的话 我们看这个 已经是咖啡色的 对不对 那我们的做法通常 我做的好像先用这个牙刷 不牙刷啊 我们先稍微处理掉 这个锈的部分 来 我来呢 像刷牙齿一样 我来做你的小助理 OK 那这样可以吗 因为这个 再来我们要再稍微 再强一点点的东西 叫砂纸 接着第二步用砂纸 来 砂纸 那你就磨锈的地方 磨 生锈的地方 对对对 所以把它磨得稍微滑一点 没错 有没有 你有没有觉得那个 可是它脖子会伤到旁边吗 就慢慢掉 所以你要针对这个地方 对 我怎么有办法针对那条线 可以可以 对所以我帮你折起来 没错 这样子 让它范围小一点 没错 好 免得伤到旁边的气 对对对对 然后砂纸磨好了之后呢 那主要我们是要做一个清洁 现在是在做一个清洁的动作 那我们清洁完之后 我们可以拿这个 这个在加油站都买得到的 去脂油 环保去脂油 没有错 然后我们就稍微 去脂油会有点臭臭的 对会有点臭臭 来我倒给你 好 要把它擦干净吗 好 来 这边再把它擦干净 OK 有 去脂油其实很好用 对 就是味道有一点 但是擦得真的很干净 擦得很干净 擦干净之后呢 这个一瓶好像卖50块而已 对啊 很便宜 好 再来我们就 磨坡也很脏了 好 我们这个就是女孩子最厉害的 就是像擦指甲油一样 哦 补漆 我们把它跟空气做一个隔绝 好 那我们用这个家里 用棉花棒 家里就有的棉花棒 那这像这种补漆 你到一般的汽车百货 它现在都很方便 它会写说 Lazers的哪一款车的黑色 它上面标签都帮你写好了 福特的哪一款车的鱼色 它都帮你写好了 所以 我们在一边 不同车种它都已经有 对 那你就稍微 专属的漆可以买得到了 对 要看技术的 技术好就才会点得平整漂亮 要看技术啊 跟擦指甲油一样要看技术的 这应该叫我的化妆师来呢 因为他每天都帮我的脸弄得很平 其实不错 其实不错 好 好 这稍微这样做一个隔绝 可是感觉好像没有盖住 其实它这个要慢慢的点 所以为什么 它点很厚 我们常听人家说要车要点漆 顾名思义 所以它不是用土的 不是用土的 是用点的 用点的 要点这么厚喔 顾名思义嘛 我们叫做点漆 所以我们就是慢慢的跟它点 点上去之后 对 但你不能一次涂太多 要能够把它底下的那个锈石的部分全部削掉 我们主要要帮它隔绝掉这个水跟空气 那没有水跟空气呢 就没有生锈这件事情 但是自己拨还是比较败的 可是如果说你真的没有时间 或者是像这个就一点点而已 不只是你的车已经是老车 对 然后你要花大钱 然后去给人家烤一个漆 对啊 老车 那我们至少就是说 至少你这样补了就比较安全 不要让它继续再锈下去 因为越锈会越危险 好 那这样就完成了吗 对 那等它干了 它就会隔绝掉空气 所以生锈会影响到整个板筋 对 抵抗承受那个压力的那个安全系数 对 好 除此之外呢 这一次这两部车对撞 撞得这么严重 人家没关系 还有一个是 气囊应该发挥很大的功用 然后我先 今天刚好有带一个 这个是好的气囊 我们主要要帮它隔绝掉这个水跟空气 那没有水跟空气呢 就没有生锈这件事情 但是自己补是比较厉害的 可是如果说你真的没有时间 或者是像这个就一点点而已 或者是你的车已经是老车 然后你要花大钱 然后去给人家烤一个漆 对啊老车 那我们至少就是说 至少你这样补了就比较安全 不要让它继续再锈下去 因为越锈会越危险 好那这样就完成了吗 对对对 那等它干了 它就会隔绝掉空气 所以生锈会影响到整个板筋 对 抵抗承受压力的安全系数 好除此之外呢 这一次这两部车对撞 撞得这么严重 人家没关系 还有一个是 气囊应该会很大的功用 然后我先 今天刚好有带一个 这个是好的气囊 好 气囊 气囊它的主层是这个样子 它一个方向盘 好我来当方向盘 我们把它打正 打正 方向盘打正 OK 那这个就是这样子 我们一般开车看到就是这样子 对不对 那这边我提醒一下观众朋友 很多人喜欢去 把自己的这个爱车 前面贴一些比较炫的mark 那其实这是很危险的 因为它爆出来的时候 那个很炫的mark 有可能会打到你 如果不是原厂的话 你是自己加装的 它可能会喷射出来 就往你脸上 那个驾驶的脸上射 所以这个是爆过的气囊 它就是这样子 OK 所以千万不要在这里乱贴 对 这个贴东西你等一下一折开 那个东西就往你脸上喷了 所以非原厂的东西 方向盘上最好是不要乱贴 副驾驶座的气囊 上面也不要放一些面纸盒 一些小玩具 零零口口 对 那个一折出来就是往你脸上 就是飞机过来 现在其实比较安全的车子 它不只是有正面的气囊 有侧边的气囊 连膝盖的气囊 对 那主要就是说 我们常常是不是可以看到很多 那个警消在用破坏剪 在救出那个车祸的 里面的这个成员 因为被夹在里面 就是被膝盖被 有可能还被撞断了 也有可能说它是被夹住 所以现在画面上 这个就是膝部的气囊 它可以保护你的膝盖 不要撞到中控台 就遇到撞击的时候 你不会因为脚被夹住 对 或者是说你脚撞到中控台以后 你就有骨折了 你就自己没有这个逃脱的能力了 所以膝盖的气囊也蛮重要的 膝盖是这一两年来 大家都还蛮注重的一个气囊 那主要气囊还有分几个部位 一个就是车側 车側其实是怕側撞 你车子发生旋转的时候 很多的 像现在 对 车側 你看它如果没有 这一颗车側气囊的时候 它被这样从侧面撞过来的时候 它的头其实是撞在玻璃上 撞在玻璃 玻璃破掉还好 但是你要想 它的头旁边其实有一根 叫做B柱的柱子 有很多的这个伤亡的发生 都是因为側撞在旋转的过程之中 它头去撞到这个B柱 现在你看这一颗 其实这个撞击的力道很大 其实它现在头很匀 一一很容易 这个我们实际上很容易 所以我们刚刚有看到膝盖的 有看到侧边的 还有正面的 后座就是会设计在膝柱 就是乘客你坐着的 很重要 的侧边 要不然你头撞到玻璃或是撞到旁边的这个 锡柱的这个板筋的话 头破血油很危险 好 既然气囊是保护我们生命最重要的那道防线 好 那如果是黑心气囊就惨了 所以 对 所以坊金有黑心气囊吗 怎么黑心 我们今天这一支就举例 像一般 它如果 这个一个气囊 我们修起来要三到五万以上 你说曾经爆过的 就像这样爆开 我要把它修好 但是 我是车伤的话 这是 我的利润 我如果今天把它 塞回去 可是塞回去怎么可能不知道 然后 这个地方 破裂的地方 粘起来做一个修补 重新做一个喷漆 你可能会看不出来 所以有些事故车 也许它的气囊已经爆过了 中古车商 它就把它再塞回去 对 那甚至 真的完全看不出来吗 甚至还有一个方式 因为柜是柜在这个气囊 对 柜是柜这个气囊 它就不拿这个气囊 它只拿这个盖子 然后就把你盖回去 所以其实里面的气囊 里面是空的 对 里面是空的 但因为平常你也用不到 你也不知道 对 但是我们不是仪表板上会有个灯吗 这个就是要教大家 它如果是黑心气囊的话 我们怎么可能看不出来 你一般的话 我们车子都有气囊灯 我先跟大家讲一个方式 第一个就是说 万一假设它没有装气囊回去 你的气囊灯应该是会一直亮着的 好 我们看这个就是气囊灯 这就是气囊灯 有网友开玩笑 很像一个孕妇 有没有 这个气囊灯 通常我们在发动以后 车子你上车一发动完以后 正常来说 它应该是最后熄灭的 所以它是会亮 那亮代表你的气囊是正常的 不对 它如果说你发动完以后 它还一直亮着不熄灭 那就是代表这个气囊是有问题的 所以要亮 但是也要熄灭 我们一发动它会做一个自我检测 对 它亮 对 它亮 检测完了它就熄掉了 它熄灭就正常了 你看我们现在影片中 我们所有ABS灯都亮完之后 它是最后一个熄灭的 它检测完熄灭了 那这样就是正常的 好 那我们如果说 我们今天去看一台二手车也好 或是我们自己的车 你发现你一发动以后 气囊灯跟着别的灯一起熄灭 它不是最后熄灭的 那就代表说 因为我为了怕你发现 我就把气囊的灯 跟别的灯接在一起 让它们同时亮同时暗 这样你就不会说 先生你这个气囊灯一直亮着 你这台车是不是气囊坏掉 它把它接掉了 所以其实那部车 可能已经出过事故了 对 然后气囊已经包过了 然后它不想花成本去修它 对 所以里面其实根本没有 可以用的气囊 坐手脚把灯号接掉 所以它把灯号的线 接到别的灯的线 对 跟它同步 所以同步亮 同步暗也不行的 对 是像刚刚我们画面这样 是最后熄灭才是正确的 那还有第二个方式 我们所有ABS灯都亮完之后 它是最后一个熄灭的 它检测完熄灭了 那这样就是正常的 那我们如果说 我们今天去看一台二手车也好 或是我们自己的车 你发现你一发动以后 气囊灯跟着别的灯一起熄灭 它不是最后熄灭的 那就代表说 因为我为了怕你发现 我就把气囊的灯 跟别的灯接在一起 让它们同时亮 同时暗 这样你就不会说 先生 你这个气囊灯一直亮着 你这台车是不是气囊坏掉 它把它接掉了 所以其实那部车 可能已经出过事故了 对 然后气囊已经包过了 然后它不想花成本去修它 对 所以里面其实根本没有 可以用的气囊 坐手脚把灯号接掉 所以它把灯号的线 接到别的灯的线 对 跟它同步 所以同步亮 同步暗也不行的 对 是像刚刚我们画面这样 是最后熄灭才是正确的 那还有第二个方式就是 它会故意把灯泡 但它们是一起亮的 没错吧 对 一起亮 但是它最后熄 对 它最后熄 然后还有第二个方式 就是故意把安全气囊灯 这个灯泡弄烧掉 那就是你发动怎么 你都看不到气囊的这个灯